但是是帮家里做事 也没有给固定的工资了 根本就没有工资 当时我们两小两口结婚之后 像我们小两口 年轻人不都喜欢过个二人世界什么的 想出去吃个饭干什么 他就说没有钱 那我们一起逛街 我看中一个包200多块钱 他就说 我今天没有找妈妈要钱 要改天我找妈妈要钱才能跟你买 后来是给你买了呀 那不是找你妈妈要了钱才买的吗 这么大一个男人 口袋里面一点钱 过什么日子吧 但是为什么我这资料上面写的 你是一个自营店的店主呢 实际上就是我 他就是家里面开了一个餐馆 然后他就跟家里面帮忙 勒的是他 但是赚的钱不是属于他的 赚的钱是属于我家里 我家里还是为了我了 以后也是我们的 那你现在成家了 为什么你没有一点收入 当时我自己是有份工作 工资不是特别的高 就是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 我自己还是可以养活我自己的 但是后面没住多久 他妈妈开口问我要生活费了 就是我在他们家 吃要钱 水费要钱 都要钱 交出生活费 交了生活费也是为我们保管起来吗 那我都家给你了 一个懒人 我没有花你一块钱 凭什么还要我交生活费啊 这钱交了吗 交了 刚开始我妈妈要交爸爸嘛 他死活不愿意 后来还闹了 最后是才交了五百 那我凭什么 愿意交八百块钱 我总共才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 八百块钱很少嘛 我们年轻人嘛 省着点用不备了以后不 那你现在怎么生活呀 现在不工作了 不工作了 他一年都闲在家里了 他的脾气他任性了 老是给我妈妈顶嘴 我哪里跟你妈妈顶嘴了 你妈妈什么事都是听他的 做家务干什么 都是强行安排 根本没有跟我好好说过话 做的家务很正常呢 当初他妈妈为了逼我做家务 把他们家自己所有人的衣服 全部洗了 把我的衣服丢在一边 后面然后要求我 所有的衣服全部要手洗 他妈妈就觉得水费太贵了 冬天的时候都是手洗 那现在洗衣机 买在家里干嘛的 你到底有多久没工作了 姑娘你告诉我 一年 为什么不工作 他中间有一段时间 有一年 因为我当时觉得工作不太顺利 他也在家待了 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的话 我妈妈这边还出了四万块钱 给他想开个服装店 那什么叫你妈妈出的钱 不就是当初我们的那个 赚做的分子钱吗 那时候开店子怎么了 你开店子 你开了多久就关了 开那么小店子里还请个人 然后每天就去一趟 那开始忙不赢的时候 找个人一起导饭怎么样了 那开始不是忙不赢吗 什么是忙不赢过 那开始生意那么好的时候 不是忙不赢吗 那我一个人累死了活的 为什么啊 你让一句让一句 那肚子里有你的孩子 是你的吧 是我的 我觉得不像你的 像你的你不会这么 一句一句的顶 开了个店怎么了 他妈妈就是我几点钟起床 什么时候到店子里面去 全部要过问 只要一天不进钱 他妈妈脸就拉到老藏了 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你不进钱 因为你开服装店 赚了钱的话 他还没给我妈妈 他就直接几个良家了 所以这点我妈妈已经很大 那我自己赚点钱 我相信我父母怎么了 我父母养我这么大容易吗 那你赚的钱不都是给你父母了吗 现在呢 你服装店还在吗 还是关了 他妈妈觉得 我这么大个人不会赚钱 就要我把服装店给关了 明白了 明白了 那这样为什么两个人不搬走啊 再出去打工啊 还在那干嘛 而且现在孩子已经 四个多月了 还闹什么呢 想搬啊 就是因为怀孕了嘛 后来我考虑到 他跟我妈妈的关系 所以当时的话 我也想在外面买的房子 我就跟我妈说了 那段时间他可能 又是因为他跑回 跑过梁家去了 所以我跟我妈妈 就在外面买的房子 写了我妈妈的名字 根本不是这样的好吧 当初我们说好 是些你结婚证在买房的 现在他们出了房子 所以还不懂电法啊 现在姜在这儿了是吧 对 没别的问题吧 然后他妈妈对我挺苛刻的 你要怀了他们家的骨肉 应该好吧姑娘 不是你刻意挑剔吧 不是 哎呦伤心的 你看看 他 其实他家里也做了事 但是就是脾气太任性了 我妈妈 可能就有点矛盾这样子 今天你妈也来了是吧 来了 我们把这个 母亲给请上来 来有请 李平在我们家里 就是什么事都不干 什么事都不做 他就迷信 我说他几句 他就不听我的 现在我 在他 太连了 我问问啊 这个现在对面的姑娘 是你们家什么人啊 他没垂直呢 我问你的是 对面这个姑娘 是你们家什么人 是我叫媳妇 他们叫佣人 什么佣人呢 平时我还是跟你好不 我在他们家的时候 什么家屋都要我做 吃完饭 他们该干嘛干嘛去了 洗完就要我洗 那有时候我上半夜挺累的 我就要我老公公跟我帮忙 他就说你凭什么 只是我个子 是吗 那我媳妇举这门 就是要做家务的 那不是的 就是说他年纪小 我就要做点家务 是很正常的 他现在去有身孕了吧 以前没有吧 现在有没有 现在有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 对他好点 对他好点 他不过来了 我买了房子 给他从父父来去啊 不是我不过来 我这我娘 就待了三个多月 他们对我不问不问的 我一说话你爸爸就发脾气 把我妈走了了 那你对我不和我爸妈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现在等于不跟他住是吧 没有跟他住一起 住回娘家了是吧 他们根本就不能照顾好我 希望他回去吗 我希望他回去 他有生命了 我肯定真心 我儿子在一起好了 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 他就是太硬心了 他就是要 那你干嘛写买房子 反正他们结婚用写 他们名字得了呗 得了呗 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写我的名字也是五所谓 写他们的名字也是 以后也是他们的嘛 说是说无所谓 什么事都是房子 就是你开店 根本就是把我当官人看 就是你开店的时候嘛 你亏了三万多块钱 老是往娘家送钱 我说你娘家就给我盯着 那我赚的钱我为什么不能自己自配 那我赚钱辛辛苦不容易吗 那我孝敬我父母怎么了吧 你妈还给你本灯的给我来 问题是 那你出来的钱不就是我们的吗 好好好 来当儿子的说两句 你向着谁 我向着我妈 那你给你妈过一辈子吧 你觉得你妈都对对吧 做父母的总是为了自讲二次好不 问一下妈妈 是你们家的人不 是的 不是吧 你喜欢他吗 不是喜欢他 他就是太硬心了 任性你教他吗 我教的他就是不听了 我问个事啊 那个饭店是你儿子经营的 是我们大家一起干的 那儿子有 没有我们他也干不了 那他有工资吗 工资反正他想要运行就拉 不不不你得说清楚这事 有没有工资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大家一起干 为什么没他的工资 我儿子我跟他买房呢 给他买房了 跟他们买的房了 在哪儿的房子 房子在我们家 房子的名字上写的是你儿子的名字和媳妇的名字是吧 是我的名字 是你的名字 那怎么是给他们买的房子呢 那以后不也是他们的吗 以后怎么会是他们的呢 他们结婚的不是以后不是他们的吗 他是我儿子 他是我儿媳妇 他们结婚了吗 先给没结婚以后非结婚吗 没结婚就是这姑娘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 没扯证呢 没扯证 所以姑娘跟你没关系 肚子里孩子也跟你没关系 对不对 有关系我孩子 那是你的事 我跟你妈说的 礼都给你占了 还有她的问题 您是做母亲的人 您知道怀孕的时候一个女人容易吗 不容易 就算她都错 现在她这个特殊的时期 你这么对她合适吗 如果她回来了 我这套好了 现在才怀孕呢 你想个办法把它弄回来呀 这房子是不是迟早都是你儿子的 对 现在就把名字改成她的不就没事了吗 只要她一回家 我就改她名字就可以了 你先改了她不就回来了吗 现在以后不也是他们的吗 现在写了我 写了我的名字 我是不是改的 哥们你啥想法 你说说 姑娘在法律上面呢 也没法说 你女朋友 这么说可能可以啊 对 对是吧 老婆 我是你老婆吗 这话不得挺好 她是你老婆吗 哪个层面是你的老婆 你把她当过老婆吗 你老婆怀着孕在娘家住 住了三四个月 你就去过两趟 你把她当老婆 你老婆开一个店 把挣下来的钱寄回给娘家 你就不依不饶 你把她当老婆 开第一个问题 你说不精明好了 就是亏了 别说了吗 哎 我才输血浅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四位老师 你们看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需要坐会儿吗 不需要 谢谢 还是坐一下好不好 搬一张凳子给她 她不能久战 来来来 搬一张凳子给她 坐一下吧 姑娘 给我妈也搬个凳子吧 谢谢 您母亲今年贵庚 五十多了 五十几 还说谎 你以为你这么说 是一种孝顺吗 我今天真的此刻 有一种想大抱不平的冲动 小平 没有领结婚证 你在她家住了两年 这个两年当中 你是不是有一种 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被扫地出门的 这么一种担忧 因为没名没份 现在很明显 这个小两口 她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对 她们的一切 都被这一个婆婆 牢牢地控制着 操纵 为什么 先买房 后领证 我想请问妈妈 你是怎么考虑 我是为什么没有 我爷子住小呢 为儿子着想 对 也为你的钱着想 很显然 这个妈妈是很精明的 她没有搞错 如果先买房 后领证 那就是婚前财产 其实你在这两个孩子 还没有领结婚证的时候 她就在想着 万一离婚 我们家的财产 是不能有损失 两年当中 你一直想当贼一样的 在防着这一个媳妇 你根本没有 把她作为自己家里人来对待 那也不是因为她年纪太小了吗 对 她年轻无知 对 不等事啊 我就教她一下嘛 无依无靠 可以欺负 小伙子 这么一个 妙龄女孩 当年家里这么 坚决的反对 她不顾一切的 跟你到了你家 而且没名没分 我们做男人的 无论从礼 从情 从义 从德 都应该善待她 这个没有经过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呀 我这姑娘 我还想说你两句 可通过现场这种情况 姑娘 你太鲁莽了 你没有考虑那么好 他们家庭的状况 你就毅然决然地 放弃了母亲的反对 你跑到他们家 你也承认 她这么年轻的姑娘 就跑到你们家 你应该欣赏她的无知 她那么情愿 给你们家当媳妇 你应该怎么样的珍惜 而你处处绞心 你处处拿她当贼 既然她跑到你们家来 已经怀了你们家的孩子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再说 你这个小伙子 你真没有当爸爸的责任 他为什么跑到你们家 他爱你 你一点都不心疼她 像你们这种情况 姑娘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齐总 小丹我问你一个感受 当你看到对面这个女孩 她的一只手抹着眼泪 另外一只手放在哪 放在肚子上 她怀着你跟她的孩子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待她 你现在也其实是一个孩子 根本就没有断了 这个女孩可怜之处 不在于她嫁给你 在于她嫁给了你的全家 你的心里认可她是你的老婆 但是你的行为 一次又一次的伤她的心 肚子里是你的轻骨肉 你怎么能这么忍心对她呢 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人的丈夫 并且成为一个合格的 爸 你现在就要转换角色 第一 先让自己独立去 这种独立 至少先从要工资开始 然后 正确处理好 他们婆媳的关系 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在一起 这是一场 异常艰难的谈判 普通的谈判 如果谈得顺利 最关键是要各取所需 这场谈判之所以艰难 恰恰是因为彼此交换的东西 实在是太没有人性 一个孩子交换一套房子 或者说一套房子 交换一个孩子 女方认为 我怀了你的孩子 所以我可以要挟你 先把房子写上我的名 但其实男方 恰恰也是这样想的 你怀了孩子 你一没有结婚的女孩子 你怀了孩子 能有什么好名声吗 你难道 会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羞吗 我就不把房子给你 我看你生不生 没有这么拿孩子 来作为要挟的 都自作聪明的 我怀的是你们家的孙子 你说 还是他 还是你妈 你好好地想一下 你也不来 我心里有什么と 你带我 struggle 你带我 你就带我